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要向大家再做一個報告 跟顧志愿取得諒解 就是創造一年沒有打架 不是五年 因為那個前後 立法院正是打架非常盛行的時期 也就從大概民國75年開始 朱高正委員進到立法院以後 他第一次在我們審查預算的主席台上面 上去跳地道路以後 就是接連著 一連串的公佈 到美國八十年底 就是老委員很多都可以幫了 八十一年受命擔任執政黨的立法院 公眾會主任兼司機長 這個時候正是核四解凍 看起來應該是會打架打得很厲害 在委員會 在委員會 好像當時已經有相當程度的衝突 到院會來 這個連我的家都被人丟石頭 丟一個石頭上來 所以絕對這個不能解凍 這個核四解凍 絕對不可以新建 所以這個情況下 我想 那這個院會 應該是會起到很大的衝突 結果還好 還好 所以還是大家理性 用表缺來處理 讓這個核四的預算 能夠得以解凍 當時是這樣子 所以只有一年 一年是 我剛剛擔任這個實機長 這一年的時間 那前前後後 應該是打得很厲害才對 不過國會這個起衝突 並不是好現象 也不是正常的現象 不過這也是在民主進展的過程中 有時候難免的一種現象 那慢慢的 應該也會減少這類的肢體衝突 那我也向大家今天來做這個報告 我希望應該都有書面資料給各位 各位可以多下閱讀一下 那大家在自己院子中 有不了解的 等一下也可以提問題來問 或者是 我先為大家做一個 概略的這個報告之後 各位有什麼問題 超乎這個今天市面資料以外的問題 當然我會歡迎各位來提問 我也一定會用心的來做答覆 如果今天我不能答覆的問題 改天我的副民事長周恩來先生 他也會來講課 就讓他來幫我做一個解答 都沒有關係 因為他是我們國內的法政官家 我可以先代替我們副主委 來先做一下周恩來先生的介紹 他是台大政治CPA 台大政治系的速師 然後我們同一年民國64年 我是64年大選 65年我們一起進到六年 我2月1號進去 他是8月1號進去 超乎差不多半年 那呢到這個 現在為止他是國內 我可以講是這個議事的罪專家 意思是要找這樣一個專家是找不到的 那各位或許有很多理論上 比他還好的人都可能有 但是你真正在另外一個議事好不好 那是真的前辯論化 非常複雜 同樣的這個議事規則 你可以解釋這樣 我偏偏解釋這樣子 要怎麼樣 最後呢 我們總是有議政的專家 出來表達一些意見 再根據他的意見 我們多做溝通 多做討論 然後取得一致的意見 然後才能夠運用這一條的 這個議事規則 事實上 也不是我們在這個 周蜂蜜師長以前是議事處的處長 他所解釋的 這個議事全部都為大家所接受 也沒有辦法 也沒有辦法 所以這個中間 還有很多的 反正不足為外人道的一些衝突存在 那像我們的法治局也一樣 法治局它當然對於各種法律做一個見解的評估 或者是呢 對我們這個立法院 我們各種組織 各種議事規則 我們這些實力的功能等等這些 他們都有權威性的解釋 但是呢 我可以講一個很實際的例子 每一次法治局所做的法律上的解釋 也不一定為民進黨所接受 那種這間法律章的一個氣氛 實在是還不是在座各位可以理解到的 那這樣子呢 反正又還是一個多元意見的場所 那每個黨團 每個委員 他們所代表的後面的民意 或者是黨的利益 黨的主張 都不同 那呢 形成很多的互相對立 所以呢 這立法院呢 衝突是絕對難免的 那麼呢 我們周副議事長 他是在講是相當權威的 而呢 一般的在講這個有關議政課的呢 我想他們都是理論的多了 實際上要有經驗的 我看沒有了 而我們周副議呢 他是對於整個意識的 這個幾十年代的過程很清楚 而且他的意識範例啊 他本身就是一個活字典 他本身也注重很多 那呢 他在大學也教憲法 也教這個意識的這個課程都有 那他本來有機會到考試院來當考試委員 就是還是我呢 一直要把他留下來 我把他一直留下來 所以我們沒有讓他去當考試委員 還是留在立法院 所以呢 我也跟相關當局講 這是為整個國家好 因為呢 立法院的尊正核心工作 是在這個所謂的意識 所以我們這個周副議 實在是我們立法院之寶 那今天我看到很多我們的 像吳龍泉先生 我們國稅局南區 這個許局長等等 大家都在場 大家覺得都是高潔 那當然這是一個所謂 我們這個飛躍的一個計畫 那表示各位都是國家要栽培的人 那呢 我們一個民主的社會 當然它的最主要運作模式 還是在於有一個議會 那這個議會呢 這個就是等於在中央來講 就是一個國會 那國會中間要跟這個行政部門 做一個互動 所以在這個十八世紀的時候 那當然英國方面呢 提出這類政治主張 就是呢 有一個行政權 有一個執行權 但是慢慢的 孟德斯基督又把它轉換為三權分立 所以大概西方的國家 或者是現在新興的民主國家呢 大概還是都是以三權為主 行政立法 司法 各式獨立 但是呢 行政都是受到立法的監督 那麼在於我們國家呢 大家都內過三權主義五權宣法 所以很清楚 這個我們是一個五權的分立的一個體制 那當然 校監察也是來自於古時候的御史 那呢 這個考試也是來自於古時候 那皇帝的一個舉財 或者一個制度來衍生出來的 這是國父的特別 所以根據歐美他們一式運作 國會的運作 那政治體制他們的運作中間呢 根據我們的歷史 我們這個歷代 這些各朝代的各種制度呢 那都衍生出來 那變成是五權宣法 那在我們國會裡面 早期 早期 當然 大家都知道 在特別是在民國好像46年吧 當時呢 蔣中正卓銅 他是請到法官會指示 究竟我們這個國大還有立委院 政察院是屬於什麼性質 結果解釋起來 因為國大本身是一個這個 當時的這個制度憲法的機構 而呢 他本身以前實在講 也沒有什麼特色的一個國會制權 但是他是代表著政權 而呢 像監察立法都是代表著制權 那呢 這樣算起來要怎麼算呢 最後大法官會解釋 說這三個機構呢 都是民主國家的所謂的國會 所以當時我們有三個國會 後來經過多次的修憲 那呢 最後國大 這個 我們選了一個潤入型國大 那呢 把自己的這個國大 也給它虛極化去 然後再經過立法院的這個立法 然後呢 會等一下 把廢除了國大 所以結果變成沒有 但是國大呢 在十幾年前 他開始有了他的這個所謂的 第一呢 依這個慣例 那呢 總統可以到那裡去做一些這個國情報告 但是這也不是這個法律上規定一定要做的 那國情報告呢 本來在立法院 從頭到尾到現在都有 那總統得以向國會提出報告 那這個發動權 立法院也可以發動 總統也可以要求 但是中共還是要立法院同意 他來做國情報告 那國情報告他另外有一番規範 要準備去行使 另外呢 我們在這個國大 後來真正給他之前呢 是有人事的統一權 像以前這個國大 他都要在總統所提出的 憲政機構的這些人事案呢 都可以行使統一權 如司法院的院長、副院長及大法官 考試院的及檢察院的院長、副院長及委員 這個都是呢 經過總統提名 然後到立法院來行使統一權 那呢 這個所謂就是憲政的一個機構 那後來呢 這類的行使統一權呢 在國大會子之後呢 事實際上他都移轉到這個立法院來 那因為後來這個監察院呢 本身也是被這個憲法新改變成一個辦 就是准司法機關 准司法機關呢 所以他一些這個之前也是移到立法院來 譬如說談合權 對總統、胡總統的談合權 他移到這邊來 還有罷免權 罷免權移到立法院來 我想呢 這些某部分的資權都移到這邊來 就是最後一個調查權 很重要的國會的一個 這個行使國會資權的工具啊 就是調查權 那這個部分呢 並沒有移到立法院來 所以後來呢 在520的這個解釋裡面 那再賦予立法院 有一定程度的一個調查權 這個調查權就是 包括我們的調閱文件 裡面各機關呢 立法院或許有時候會做一個決議 去調閱某些這個資料文件 那呢 接著就是聽證權 聽證權還有一個 這個喬治的政言權 這這三個權呢 合起來就是所謂的調查權 那呢 前面的調閱權 我們在民工82年就有了 後面的兩個呢 儘管520解釋給我們 但是到今天為止 立法院沒有辦法 落實自己的立法工作 因為呢 誰才大法官給你這個權利 那怎樣去刑署 這個立法院本是要有法律的規範 要有這個立法的工作 所以本來在這個聽證權集 強制政言權呢 我們都已經在立法院這些行使法裡面呢 定有專章 這當然單獨立法也可以 但是呢 在這些行使法裡面 定有專章 這樣子呢 就是落實到 我們給我們 這個所謂調查權的 一個這個權利的行使